我是一個熱愛運動的婦產科醫師 時常迎接新生兒的爽朗哭聲 在推廣孕婦運動的路上 懷著無限夢想 努力前進 我是烏烏醫師 與你分享我的女力獎堂 每一個月 我們都要面對他的好朋友 特別針對月經第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女生少年能不能喝冰水 這個就是 奇怪小時候就都可以 然後等到月經來的時候 媽媽會路人或是阿姨就會跟你說 女生千萬不能喝冰 會傷子宮以後會不能懷孕 常聽到的就是喝冰水 經血會排不出來 這個是真的嗎? 當然不是 經血怎麼可能會排不出來 跟剛剛我講一樣 因為血管會收縮嘛 那我們的經血其實就是子宮內的血管破裂 把子宮內的組織一起帶出去 這個就是所謂經血 子宮都是通的 他就像我們的鼻血一樣 他不可能排不出去 他只會變少 那變少背後有很多原因 有可能是荷爾濃失調的變少 那當冰的東西下去的時候 血管收縮 所以整個等於有點類似止血的效果 所以整體的量就變少了 因為少他沒辦法那麼快的排出來 他在裡面氧化就變成黑色的 所以出來就變成黑色的 所以就會以而傳而變成說喝冰水 經血排不出來 經血變成黑色的 因為量變少了嘛 流速變慢了 所以氧化就變成黑色的 那我喝冰的 會讓我喝膜失調嗎? 這當然不可能啊 喝膜失調跟 喝冰的應該沒差 當然沒有差 但是荷爾蒙失調是個很大的問題 那怎麼可能是使得單一食味 甚至是某一種特定的溫度造成的 的確有些本來就會驚痛的人 你又喝到冰水 的確會增加那個疼痛感 其實就像有一些 我以為喝冰水會舒緩 沒有沒有 你常聽到說月經來的時候 驚痛要熱膚 就是增加血液循環 所以就是會比較 顯示為豬隊的關係 所以就比較不會驚痛嘛 所以喝冰水是相反 就是說 因為收縮的關係 像血管收縮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他的 疼痛感會增加 那當然就是要避免 反過來講就是說 熱膚可以改善筋痛 那其實 只要規律的運動 骨盆的血液循環好 筋痛也可以改善 一般正相關的時機就覺得說喝冰水可能會讓某一些人驚痛比較痛一點或是感覺的敏感度更高 他就開始跟大家講說你最好不要喝冰水 然後就開始延伸到 各種冰水 不孕或是 所謂月經 經血排不出來這樣 為什麼大家會不斷提反思 因為現在 社群網路跟網站太豐富嘛 所以大家就會發 或是說 外國的朋友什麼 大家就會發現 日韓 去吃日本料理或是韓國人 他們都是喝冰水 美國 歐洲 澳洲 生產就有點類似一種耐力運動 所以他們其實廠後 護理師都是給冰水 幫助散熱 對於恢復也會比較有幫忙 所以大家就會反思說 難道人種不同 子宮就不同嗎 當然 如果扯到說喝冰水會不容易懷孕 那就絕對是錯的 會變寒 會公寒 完全沒有科學的道理跟根據 好那巫醫師我想再問一個比較深入問題 就是 月經的時候 女生是不是 運動 當然可以運動 那就跟懷孕的時候一樣 運動還是要看 就是個人的體質 大部分的人 統計只要有規律的運動習慣 他經痛的症狀就可以大幅的降低 當然你如果月經來的時候 經痛的非常厲害 那當然你的運動強度就會降低 那可能改成散步 做些比較溫和的 那我想要幫女生朋友問說 比較激烈運動 或者是甚至像瑜伽倒立 會不會什麼 經血逆流 就是頭下腳上的動作 會嗎 當然是不會 你覺得經血是怎麼排出來 是靠地吸引力還是重力 還是子宮收縮 子宮收縮 當然就是靠子宮主動收縮的力量 所以跟你人的方向沒有關係 那不然 太空人 經血都排不出來 因為沒有地心引力跟重力 有道理 或是臥床的老人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迷思 是因為有時候女生我們坐久了 然後站起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點 一股血排出來 月經的時候 那其實是因為子宮收縮 那些血已經排到門口了 站起來的時候再順勢下來的關係 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從靠地心努力 還是真的要請女生來聽 你比較難想像 晶血逆流會 會怎麼樣嗎 因為以前會覺得 晶血逆流跟子宮內膜異味有關 子宮內膜異味 就巧克力囊狀有關 後來發現這個關聯性 並不像大家想那麼大 做一些腹腔鏡手術的時候 如果剛好遇到女生月經來 其實多多少都會有一點 晶血在腹腔內 他自己後來自己就會吸收掉 但因為子宮內膜異為巧克力囊腫這個疾病 到現在他疾病的原因 還沒有被發現 是基因的問題 或是發炎還是免疫 才會導致這樣的疾病 沒有辦法確認 所以大家就會很多 穿著附會的說辭 好那講到 巧克力 女生驚奇可以吃巧克力嗎 轉好硬喔不好意思 不會我覺得蠻好笑的 這是仿剛明月的 這蠻好笑的 以後迷思這集玩迷思變成 原來我月經吃巧克力會變巧克力囊腫 不過巧克力囊腫跟巧克力完全沒關係啦 對不對 對完全沒關係 但是他有點像巧克力的樣子 開刀下去流出來很像那個巧克力熔煙 會去沾那個 棒棒 沒有辦法看我那個 有點像 女生在金錢 幾天因為荷爾蒙的關係 會特別愛吃甜食 那當然甜食吃下去就有滿足感心虐感嘛 更重要就是巧克力裡面有一種叫做美的 它會幫忙肌肉放鬆 當然同樣香蕉也會有 所以我們有跑馬鬆吃香蕉 怕脂肪抽筋 也是因為香蕉裡面有美 那剛剛我們有聊到就是 狂買巧克力帶到 而且以前都說 給我的另外一半吃 這樣可以嗎 生理期來前吃 都不會燙 你有聽過嗎 對 是真的對不對 沒有怎麼可能 物質不滅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學過 能量手很有 月經來前 黃體素上升 所以會覺得 特別想吃東西以外 身體也會很浮腫水腫 月經結束了 黃體素下降了 也消水腫了 一去量體重 天啊我吃一堆東西 結果既然體重還變輕 其實就只是 隨分的改變而已 你在分配你的飲食的人 的確你月經來前 可以對自己好一點 不用那麼嚴格的限制 但是不是表示說你可以 吃任何東西都不會變胖 有些女生會有 頭痛啊 心情變不好啊 很想吃天使啊 就狂吃了 那月經來了一兩天後 這個症狀就會好很多 另外我們要提到一個 止痛藥 止痛藥 經濟不足 有一些人想說不要吃太多 或甚至不吃 忍耐 忍耐 這個社會不知道為什麼 很愛叫 女生要忍耐 痛藥忍耐 可以吃啦 當然可以吃啊 不然止痛藥發明要幹嘛 因為我剛剛有跟 我們同事聊到說 你女生是不是有一個 什麼 筋痛神藥 什麼EVA EVE 對 那其實就是一種 非類固存性的止痛藥 它的加強定就是有加 之前跟你講的 就是鎂 這個藥物它會去抑制前列腺素 那它就是會讓子宮肌肉放鬆 但同時它也會就是 讓經血量稍微減少 所以就會有人有迷思覺得 我是不是吃了止痛藥 讓我 經血排不出來 但其實就是沒有所謂排不出來 它只是量製造的變少 就是它有一部分止血的功能 只要照上面的止是服用藥物 然後你沒有過敏史 當然是 不需要忍耐 因為過度忍耐疼痛對大腦 是有負面的影響 過了那個抑制 就會 那個疼痛就是更難壓下來 因為我聽到的是 吃太多止痛藥會 越吃越多 那種就是 那種是成癮的狀況 可是如果你是真的越經疼痛 你可能一個月就那麼一兩天 你甚至只有吃兩三顆 當然我在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你的經痛如果越來越厲害 可能是你有長肌瘤 或是我們剛剛一直提的巧克力囊腫 所以 吃止痛藥之前 還是要來看一下 婦產科 大部分的人我觀察就是 學生時代沒那麼痛 那上了上班族了就變更痛 你猜是為什麼 通常就是因為 學生時代至少還有體育課 還有基本的活動量 等到上班族就是一直坐著 就是做事生活是明顯會提升經痛 就運動量變少 也會提升 也會就是血液循環不好 好這個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再問一個就是 被孕的女生 一種說法是 就 不要吃止痛藥了 不要運動了 都躺著 都躺著了 這個 也不對吧 當然不對 也是相反 其實很多 在做肌力訓練的女生 都跟我說才剛開始練幾個月就懷孕了 背後的理由就是 也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有帶運動人 血流量大 血液循環變好 所以劑量很重要 就是你當然第一個不能過度訓練 不能為了追求你的運動表現去限制你的飲食 如果你是要比賽 備賽 同時要備孕的話 可能就是要衡量一下那個優先手術 可能要跟你的教練 也可以跟布蘭科醫師做諮詢 這樣子 但是你如果是一般的女生 你有規律的良好運動習慣 你有穩定的體重 並不需要就是說 我現在懷孕了是不是要把所有的運動都停掉 那樣子反而會不好 那對於沒有在運動的人當然是增加活動量 血流 會對瘦運有幫忙 台灣人最愛問的 如果想要 貝孕要 多吃什麼 這一定大家會問 其實就是 想要吃一吃就可以搞定 就是多吃蔬菜 多喝水 就是如此平淡無事 YSBD台灣要跟布蘭科醫師辦一個實體的講座 7月18號星期六 南京復興的Future War 上午10點到12點 這個講座特別要講的是女生 荷爾蒙跟月經失調的一個講座 也會有一段時間讓大家Q&A發問 我特別想問 布蘭醫師 怎麼會想要辦這個講座 一開始 一開始就覺得 因為在門診 女生有一些月經失調的問題 其實月經他可能背後 他的飲食習慣 生活作息運動 他是不是有一些壓力 甚至來自社群媒體或什麼的壓力 在門診有時候 沒有辦法去把一個概念或健康的理念傳達 我覺得有時候也是我們 西醫沒有做得很好 就是說我們可能靠抽血或超音波就 也不能說打發就是 最終沒有解決他的問題 他可能就寧願去相信一些偏方 反而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比如說一直反覆的受傷 那月經失調 那 運動表現反而不好 其實讓你門診 其實都已經是 病患了 你想說在這些人生病之前 可以得到更多問題 我想要飲食控制 或是說我想要運動 但我不能忘記月經也很重要 那到底哪一些徵兆 其實是暗示著我們身體有哪些狀況 那我們可以藉由一些 還不用靠藥物治療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調整 那期待我們在現場跟大家見面 今天謝謝吳醫師 來到我們SBD的女力獎堂 謝謝吳醫師 我們一起去聽說的 謝謝吳醫師 這位請說可以 謝謝吳醫師 謝謝吳醫師 請說你的